我是魂天帝,我一直想弄死的宰种硝烟 这个时候,竟然愿意把他的一伙让出来 给虚无吞颜这个反骨宰用 这合理吗? 万万不可 按道理 应该是我们将本源火种交给你 甚至是 牺牲掉我们 不可能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没事,我这是开心的 我当然不能用虚无前辈的名做垫脚石 所以用我的大方才是最大的决定 这是我的经济本期年 小小一伙,不成敬意 上去,真的上去 本来想出了场地员 找到后后,这一伙还没 大人,我感觉我的实力已经很强 但是距离真正的道理,还有差距 你是不是忘了他有 还有这些 我真的会见 为什么他们能有这么多异活 是在拿开的挂梦 这是我一半的本源之火 只要它存在 我的强度就不会变 一拿着 这怎么可以 快点 我呢 你要,你活着就行 既然你哥哥都这么多了 那我受点委屈,也没关系 大人,不要怪哥哥 我觉得,你说得对 虚无不用管他了 大人 要不我奔一部分给你吧 这样你也能获取血脉 得到牺牲 看看,你们看看 都是人 三十七人就是不干什么的事 不和你开玩笑 提升实力 月后才能更好地辅佐大人 还好 你还是人畜可问的 对了 我记得之前魔球又冒出来了一想 怎么又不见了 我知道他们肯定要揍我 所以这次我自己飞 按道理 这已经是我第八次平实力 从魂天地手上活下 我魔球简直就是个天才 小秋秋对不起 我刚刚突破了三星斗胜 一下子没收住 肉身强度 想要成功击杀魂天地 我们恐怕只有一个办法 偷袭 你不讲武则 你竟然搞偷袭 但是我好喜欢 阴谷无际可循 阴和谷 文言谷最能打的就是你们两个 你为何针对我而不 确实号令四方阁 公然与我们开战 你想得到什么 收服三国 就你也配 你就是说破大天 你也斗不过两大尊者 是这样吗